最近陳志忠對於週刊八卦報導也相當的不滿 尤其週刊報導他捲入了召集的遺孕 今天他大動作召開了記者會澄清 而在記者會中的第一句話 他說他要向週刊提告 來捍衛自身的清白 今天我們舉行這個記者會 我們非常堅定的對外界來表達 我們將對一週刊來提告 召週刊報導捲入桃色風波 陳志忠選擇提告捍衛清白 甚至提出疑點活力全開 訪問週刊 其實之前我也有被狗仔隊跟拍過的經驗 即使是我自己來開車 通常他們也可以透過非常精良的 一個攝影的設備 透過這個擋風玻璃 可以非常清晰的來拍到車子裡面的人 如果按照這樣的一個模式 為什麼這個偷拍 他沒有去拍到坐在車子裡面前坐的人 或者是說車子駕駛的人究竟是誰 這一點是非常令人來懷疑 除非我精神分裂 或者除非我頭髮壞掉 開一台每個人都知道的車子 開到自己的家裡附近 去尋花問流 然後還自稱說 我之前住台北 後來因為有一點事情 所以搬來高雄住 那是不是只差沒有說自我介紹說 我本人是陳志忠 所以是不是還跟這個人拉一下票 陳志忠跟表示 周刊拍攝當晚 他跑行程跑到十一二點才回家 根本累翻了 二十一號晚間跟在神明面前 說周刊報導如果是事實 就退選發重視澄清 不過此時此刻 他要奮戰周刊 借助父親陳水扁的勉勵 不被打倒 堅持到底 編繫文章一祥先要得高雄市報導